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看你干的这叫什么事 都像你这样编宝处成什么地方了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我这心里就想着喜欢他 你那也叫喜欢吗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喜欢人家是你自己的事 对不对 不代表人家也喜欢你 你看啊 你要想让人家也喜欢你 这首先你得尊重人家吧 对吧 再一个 你得想办法感动人家吧 等人家也喜欢你了 你这才能成立 你看你干的这叫什么事 这传出去的影响多不好 以后你还怎么做人 处长 我错了 知道错了 是 我李然向处长保证 如果我下次再干这种事情 你就一想帮我 这还差不多 你给我记住啊 是 其实啊 这喜欢一个人没错 这关键是你得 关键 你 你得琢磨明白了再干 哎 处长 那 那我应该 你回去自己琢磨琢磨去 不是 处长 回去吧 这么晚了 战长在想什么 我们刚刚得到了一份情报 新四军 第三次师长邓雄 和第八旅旅长田耀 将从苏北绕道 山东府延安 参加共产党的重要会议 那战长有什么想法 李小姐 你不觉得 这是一次千载难封的机会吗 战长的意思我明白 但是要想一个什么办法 才能除掉他们呢 办法我倒是想好了 我们可以借日本人的手 除掉他们 借日本人之手 如果真能这样 那倒是一个好的机会 李小姐 你马上用密电码发报 把这消息告诉日本人 请他们务必 除掉这二位新四军军官 我明白 这一次 我要让你的共产党连做梦也想不到 听清话 这样过来 处长 你回来了 甄与修同志送走了 送走了 他今天表现得特别的坚强 还让我捎话给你 说他不怪你 希望你早日找到你心爱的姑娘 他真是这么说 真的 他这番话 把那个小护士也给感动了 送了一尘又一尘的 能这样就好 我就放心了 你真的不后悔吗 人家俞秀可是个好姑娘 有什么好后悔的 好了 我谈这个 来 刚才我跟秦参谋 正在谈百团大战告劫之后 日本人一定会疯狂反驳 你也聊聊想法 日本人失败了以后 疯狂报复 这肯定是必然的 对了 上级有没有什么指示下来 有 中央指示我们家家防范 不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急 处长 我建议立刻召集紧急会议 安排部署下去 可以 请站忙 到 那你通知一下各部门 下午开个紧急会议 是 连心 昨天晚上让你受惊吓了 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 他也保证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那就好 昨天 可真把我给吓坏了 要不是因为你赶过来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我倒是觉得 他是真的喜欢你 只不过是表达方式有问题 喜欢 喜欢就可以这样了 如果当时我不把枪给拿出来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 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还不严重 那你觉得怎么样他叫严重 我现在想起他昨天那个样子 我都觉得后怕 现在明白 当初为什么我不欢迎你来编报处了吧 你少拿这个事当借口 为你自己辩解 那你要非得这么想 我也没话说 不说就不说 反正 以后绝对不可以再发生这种事了 放心 绝不会再发生了 这还差不多 共产党搞的百团大战 不仅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锐气兽兔 还搅乱了我们大日本帝国进攻中国的整个战略部署 这个臭 我们一定要报 将军阁下 共产党巴黎精的确不可消失 我们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点颜色 要给他们重创 我要套他们的心窝子 敬川军 你的那个特众部队 该派上又长 将军阁下 敬川随时听后道理 共产党 华中第四军第三师参谋长 邓雄 第三师第八旅旅长 前有 他们二人近期 从华中出发 从山东绕道 到沿岸去开一场重要的共产党会议 你们的任务是在山东结济堂 一个后口都没有人留 你们完成任务后 立即实施闭号作战计划 李小姐 日本人接到我们的情报 他们是怎么回处的 报告站长 日本人已经将我们提供的情报 列入了他们的B号作战计划 准备一并实施 太好了 看来我们 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但这次行动 必须有一个 对敌斗争经验 丰富的同志来指挥 你觉得 谁最合适 当然是陈继元同志最合适了 我们俩人想到一块 非陈继元莫属不可 可是 他现在还潜伏在共党的心脏了 上次的暴动 就是给他创造机会 可是没有想到失败了 幸亏继元机密 才没有暴露 他一定还在寻找战机 我想了许久 应该把他扯回来 纪元同志 的确是一位有大智慧 不可多得的奇才 让他回来指挥这次行动 也是战长你英明的抉择 李小姐 你也 慧眼是英雄啊 过奖 看来 上边把你调到我这里 来协助工作 是正确的 还是战长你调教的好 这一次日本人的B号作战计划 除了这个 是不是还有C号计划呀 据我推测 C号 作战计划 是针对王林太行山的 败谈大战的仇 日本人是一定要报的 那战长您认为 他们会采用什么手段 是偷袭 还是大规模的进攻 如果 我是日军指挥官 两者 都会兼而有之的 我明白了 邓庸同志 这是中共花仲俱的介绍信 你和田瑶同志 一路小心的 我预祝你们 平安顺利到达延安 出一党的重要会议 谢谢市长 黄怀 谢谢市长 田瑶同志 咱们出发吧 好 再见 市长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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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 市长 陈铭哥 我回办公室的时候 他们说你已经走了 谢谢你帮我改了那篇稿子 以后我再也不能那么粗心了 我至少找出了四个错别图 谢谢陈铭哥 以后我不那么粗心了 你看你帮了我那么多 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 你这话就不对了 我帮你可不是为了图回报 你要这么说 咱俩的友谊打折扣了 对对对 咱们朋友之间不说这个 陈铭哥 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听说咱们机关党支部 已经在讨论你的入党申请了 听谁说的 当然是党内人士了 党内人士 快说是谁 赵科长 赵科长 他还说什么了 他没说什么了 不过既然已经讨论了 我相信你很快会成为一名 中共预备党员的 这也只是你的猜测 不过 不过会加倍努力的 宋江 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努力 我相信你 不过岑 战士知道 如果一人战士 经常自所怎样去死才能无害 他的生活道路就会是离职而平坦的 在危险的境遇中 他不会去想怎样保全自己的性命 而是勇往直前投入敌人的战争 迎见死亡 你们要牢牢记住战士之道 要把它融入到你的行动之中 生命之中 你们不仅仅是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你们的名字将永远的载入大日本帝国的视察 勇往直前投入敌人的战争 迎见死亡 出发 出发 参谋长 咱们离沿岸越来越近了 是啊 很久没回来了 想家呀 传老大 能不能再快点 可以 这是前面的 是 快点 走 ТРЕВОЖНАЯ МУЗЫКА ТРЕВОЖНАЯ МУЗЫКА 报告站长 这是刚收到的电报 日本人已经在山东焦州湾一带得手了 好 我们可以开始下一步的行动 只是不知道纪元 他能不能平安脱离虎口啊 这个 你就不用替他担心了 他会平安的脱离虎口 刚才我在想 共产党再叫化 他也不会想到 我们会出这一招 这一招才是战长你英明 这不叫英明 这都叫被共产党逼出来的 上次连环大行动 让我损兵折将 再这样下去 我毛续言将无底刺入了 战长放心 这一次你一定能成功 这要看贴意了 这一招 陈冰在哪儿去了 一定是早起锻炼去了 早锻炼 他没有早起的习惯 你发什么愣啊 陈冰同志出去这么早 一定有他的事情去了 赶快洗吧 发什么愣啊 赶快洗吧 吃完饭我们还是上班了 看见陈冰哥了吗 没看见呢 找到中间 走 你看见陈冰哥了吗 没看见 他今天是怎么了 找阔科长 总教 陈冰呢 赵科长 您看见陈冰哥了吗 没有啊 他怎么了 病了 从早上起来就没看见他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他能去哪儿呢 一会儿他来了 让他找我一下 我有好事情告诉他 哎 宋教 你刚刚说什么 陈冰他一大早 就没见到人影啊 对 从吹起床号到现在 我都一直没看见他 赵科长 陈冰哥他从来不这样的 他去哪儿都会告诉我一声 今天是怎么了 陈冰同志他能去哪儿呢 或许他一会儿就回来上班了 赵科长 陈冰哥他从来不这样的 咱们还是去找找他吧 啊 陈冰哥 这事先别着急啊 咱们等等再看 别等了 赵科长 从一大早起床 他人就不见了 床也收拾得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的 咱们还是去找找他吧 走 去苗洞 好 松江 你今天一大早 就像陈的床不是这样的吗 对 昨天晚上你们是不是一块儿睡的呀 对 昨天晚上熄灯好之后 我们一块儿睡的 松江 这几天 你又没有发现 陈冰有什么可疑的现象 没有 真的没有吗 没什么可疑现象 你再仔细地好好想一想 真一点没有 这就怪了 这就怪了 那你说他 就这么突然神秘失踪了 赵科长 你说什么 你说他失踪了 你 你这不是乱下结论吗 好 我明白了 就这样 秦大王 看来这件事情 还真的是这么回事 你抓紧时间落实一下 有消息马上报告我 好 周处长 赵科长 今天一大早 我们科医科同志突然不见了 我们分析可能是失踪了 谁 普教科的陈冰同志 说说情况 今天大早呢 一上班 我是准备通知他 您不要说了 带我们去看一下 好 走 一早上 他一上班就不见他 大早上别找他 来 来 来 小心 嗯 就这儿 好 周处长 应付处长 嗯 带我们看一下陈冰的物品 哎 好 好 走 周处长 应付处长 这个就是陈冰同志的床 我睡这一遍 从今天早上起床 他的床就这样 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 到现在我也没见过他 这样说 他失踪了 吴宋江总志 这张桌子是他用的吗 对 这一个就是 压户主长 你看他这是 他走了 陈冰同志他走了 我们已经批准他为 中共一辈党员了 这个消息啊 我是准备在今天早上 一上班的时候 去告诉他 可这 赵哥大 这件事情 先不要对外说到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和调查 好 我们进了 吴宋江总志 陈冰 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形 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情形 小五啊 如果你想起了什么 随时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 好 我们走吧 好 陈冰哥失踪了 这件事情 责任在于我严重失常 老首长 我请求处分 谈到处分 我觉得我自己负有更大的责任 你们都不要说了 无论陈冰是神秘失踪 还是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溜走 有一点是很清楚 他就是潜伏在延安 准备行刺中央首长的杀手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我们胜利 敌人失败 首长 你这话 怎么讲 陈冰绝对不会是一个单纯的杀手 安排这样的特务潜入到延安 那是要花大心思 因此我推测 这绝对不会是一个单一的个人行动 而是经过了严密的组织策划的连环行动的一个环节 照这样看的话 刚刚被粉碎的地方武装暴乱 也是这个大计划当中的一部分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制造混乱 给陈冰提供行刺的机会 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 陈冰是一个老练的特务 他成功的潜入到了延安 但是并没有急于动手 他在等待的最佳时机 同时我也认为 燕西同志跟他的谈话 多少起到了敲山正骨的作用 我不是在批评你们 也不是在表扬你们 陈冰绝不会这么心甘情愿的离开 你们两个脑子里面要多一根弦 要做好跟这个陈冰继续较量下去的打算 老首长请放心 我们一定会擦亮眼睛 好 有你们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同时我还要告诉你们 种种迹象表明 日本人在八路军摆团大战胜利之后 会有一次疯狂的报复 中央要求 我们必须做好防盘工作 不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 是 不会的 陈冰哥他会回来的 他会回来的 他是一个好同志 他是一个好同志 宋江 我了解你的为人 你正直 爱坚持原则 也有很强的判断能力 但是现在 你要相信组织 组织能有错吗 而且 我再告诉你一句 陈冰很可能就是潜伏在延安的特务 你说 陈冰是潜伏在延安的特务 不可能 他不是特务 你说他不是特务 那他为什么会突然神秘失踪呢 他 他怎么会 我怎么知道 反正他不是特务 他不会是特务的 吴松江 如果你意在坚持自己的看法 那就是十分危险的 陈冰 他不仅蒙骗了你 也蒙骗了我们大家 我知道 你们俩是好朋友 平时呢 你也很崇拜他 但是现在 你必须以他彻底的划清界限 而且 还要监局 揭发 他在延安期间都干过哪些坏事 你说什么 你要我跟他划清界限 还要揭发他 那等于说 你们已经认定他是特务了 你们有证据吗 这还需要什么证据吗 啊 就凭他突然神秘失踪 你还不说他是特务 就凭他神秘失踪 你们就认定他是特务了 你 你们相信 我可不信 吴松江同志 你怎么老是这种猜忍 我现在告诉你 我来是代表组织和你谈话 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 一再坚持自己的看法 那 你将被 你将被隔离审查 你说什么 对我实行隔离审查 对 我现在就代表组织向你宣布 从现在开始 对你实行隔离审查 在审查期间 你要彻底的交代 你和陈兵 交往的所有过程 姐 给他大智大会 实在是令人欣慰 欣佩啊 老师 我还是没有完整好着 惭愧 你不仅能深入虎穴 还能虎口脱险 没有人能比得上你这种 大社会 大勇敢 我一贯认为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你能为反攻救国 尽心尽力 尽心尽力了 老师 您把我招回来 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任务 确实有新的任务 纪元 这次新的任务 无比重大 纪元同志 你先看看这些材料 这个新四军旅长 是被俘了还是被我们消灭了 好眼力啊 纪元 这个新四军旅长 已经被日本人消灭了 包括 该市参门长邓雄 还有其他随行人员 都已经被日本消灭了 我明白了 你是想借此机会 带人打入延安 完成我未完成的任务 对 这可是 一次潜在南方的机会 共产党特工部门 做梦也想不到 我们会这样做的 另外 我还要告诉你 日本人 已经对我们这次行动 列入B号作战计划 一并实施 日本人的B号作战计划 指的是什么 日本人的B号计划 主要是针对共党 在延安的根基地 但不是大部队 大规模的作战 而是派遣一支 受过特种训练的小组部队 进行穿插偷袭 同时 日本人也制定了C计划 主要是针对八路军 在太行山的走路 不过我没有说错 日本人这次是想报 百团大战的仇 是这样 看来这确实是一次 艰巨的任务 打入延安的人选物责号 这个人选 有你物责 而且 这次行动 还要由你负责 老师 这次行动事关重大 我觉得还是您亲自指挥 你就不要推辞了 这次这个行动 不是由我个人决定 是由上风的指示 齐元同志 你对敌斗争经验丰富 就别再推辞了 现在你明白 找你回来的目的吗 你就 着手行动吧 是 老师 宋江啊 知道您 为什么被带到这里 隔离审藏吗 不知道 不知道啊 那你知道 陈冰 是什么时候突然失踪的 失踪前 他都干了哪些 不可告人的够的 这些我都已经交代过了 跟组织 是啊 关于陈冰突然失踪 你是向组组做了交代 可我问你 你和陈冰认识 是什么时候 在哪认识的 我跟他什么时候认识的 在哪认识的 你们不都清楚吗 来问我干什么 好好好 好 武松江同志 那好 我问你 你是什么时候 和陈冰成为好朋友的 这 你总敢交代吧 我什么时候跟他成为好朋友的 我想 从我跟他认识那天开始吧 好好好 就这么说下去 说 继续说 怎么成为好朋友的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想 所以就走到一起了 他处处关心我 爱护我 对我就像亲兄弟一样 我们比亲兄弟还要亲 那好 你就说说 你与他交往过程中 他得有哪些 不正常的举动和行为 没有